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死级的事件 探索月球 我们在路上 危险的时刻 我们中国人终于迈过去 为何众多国家都要探索月球 人家关于月球问题的讨论 没有你中国的份儿 别人是封赏我 前有阻急 后有追兵啊 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 和您聊聊嫦娥探月艰辛的历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蒙发飞天探月梦想的伟大民族 从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 到敦煌美轮美幻的飞天壁画 再到明朝木匠万户的飞天奔月 无不透露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 对探索太空的无限向往 如今 在科技工作者的不懈探索中 中国人实现了千年飞天的探月梦 1999年11月20日 神州一号飞船顺利升空 2003年10月15日 神州五号载人飞船完美升空 2008年9月25日 航天员首次空间出舱 2007年10月24日 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器发射成功 中国第一次接触到了地球以外的星球 欧阳先生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探月工程 为什么叫嫦娥工程 嫦娥工程是代表了 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期望 一说起嫦娥来大家都知道 这是中国的航天的某种工程 嫦娥奔月一定是跟月亮有关系的 这种航天活动 比如说讲到这个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残娟 这个残娟就是指的月亮 我们中国人给月亮取的名字有五十多个 都是非常动听而漂亮的词 所以月亮也代表家庭的团圆 国家的团圆 代表着一种幸福 月球它确实是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有很多小天体可能要转我们的地球 它在外面转了 抵挡了一部分 应该说它是地球的女儿 是地球的忠诚的位置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 美国和前苏联为了争夺空间霸权 为了冷战的需要 在月球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 1958年到1976年 他们共发射了108个空间探测器 在整个的竞争过程当中 苏联节节领先 你比如说月球的背面 谁也没见过 是苏联第一次把背面拍下来的 我们自己长河也拍到了 后来在六十年代初 美国总统肯尼迪下决心 要在这一场竞争当中 彻底打败苏联 1969年阿波罗十一 第一次载人登月 有两名宇航员登上了月球 以后美国一共实现了 六次载人登月 有十二名宇航员 而苏联在那个时候 多次的火箭饰演 全部失败 所以他们只能放弃了 载人登月的计划 最后是派机器人 到月球上取样 欧阳自远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 少年时对宏大古老的宇宙 产生了好奇 报考大学时 第一志愿是北京地质大学 1957年大学毕业做研究生时 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61年 美国阿波罗登月 前苏联和美国的太空活动 对欧阳资源产生了不小的震撼 他从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开始研究 为我国的探月做准备 这一干就是35年 1993年 他向国家提出了探月计划以后 论证了十年 2004年 探月计划获得了国家正式批准 并开始实施 当时外界很多人对于探月 都持怀疑的态度 大家觉得我们在地球上 有那么多的事要做 西部大开发 东北要振兴 中部要崛起 还有那么多贫困人讨论 没有解释 瞎折腾去搞那个月亮盖盖 于是呢 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 背着笔记本电脑 四处进行科普演讲 从政府机关到科学院 从大学到小学 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耐心地 为大家科普月球知识 和登月的意义 中国为什么要去探测月球呀 我们中国在地球上的事都干不完 你怎么瞎折腾去搞那个月亮 搞那个月亮 究竟对我们国家的发展 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 我有责任和义务来向大家汇报 虽然国家在2004年批准了探月工程 但是这距离1993年 欧阳自远开始积极呼吁政府 启动探月工程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这十年付出的艰辛 只有他的家人知道 他的妻子邓小兰 形容他这十年是冷不添衣 饿不吃饭 家里什么事也不管 似乎就是个过客 只不过累了回来休息一下 饿了回来吃顿饭 回到家呢就是钻进书房 看书查资料 他总是穿同一件衣服 不知道换 叫他吃就吃 那食物的味道到底怎么样 他不知道 甚至有的时候 连洗脸毛巾洗脚毛巾 他都分不清楚 导致他一洗脸 妻子就感到紧张 赶紧去卫生间看 弄不好 他就给弄错了 我是真的不运动 吃饭嘛就这么吃 你看我的我吃东西还是丰富多彩的 我们食堂东西很多 所以打一点也出来 一般都这样 希望能够节约一点时间 多做一点事情 我要完成的事情太多了 我只觉得我可能 我做不完这件事情 所以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 能够把它做好 也就是专心自制地 搞好自己的事情 您研究的这个月球的这个领域 到底跟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这个生活 有哪些关联 月球上有丰富的能源 月球上有两种能源 第一种是太阳能 因为它真空状态 而且太阳一出来就是半个月 半个月啊 执照月球表面 月球表面有什么东西都没有 无限制的不是太阳能电磁板 太阳能发电传回地球 完全解决 用激光 用那个微波传输 现在的技术应该不是问题 完全可以解决 以后我们地球 子子孙孙子孙万代 什么能源也不要了 它全解决 而且是清洁的能源 安全的能源 还有一种能源 月球表面有一种物质 是太阳注入到月球表面的 其实它也注入到我们的地球 地球上也有 不是 我们的地球有一个特点 有磁层 有电离层 有大气层 一层一层干什么呢 预防着宇宙各种辐射 各种影响 保护地球表面的生命和人类 所以它进不来 月亮光偷偷的 啥也没有真空 所以都注入到月球的表面 现在有一种发电 叫受控核聚变发电 这是人类未来的 终极的能源 而这种能源的原料 有一种原料 主要在月亮上 我们嫦娥一号 干了一件最出色的事情 世界上谁也没做的 我们把月球的土壤层的厚度 全部测出来 土壤厚度 把土壤里面这种物质叫氦山 全部估算出来 大概有一百多万吨到二百万吨 但是这种发电 假如能够实现的话 全中国能源的需求 只要那个氦山八吨 八吨啊 八吨 解决全中国的能源 几年 一年 一年只要八吨 八吨 它有一二百万吨 可以供全球用一万年以上 假如中国没有能力去的话 人家关于月球问题的讨论 没有你中国的会儿 月球的开发利用 你也只能睁着两只眼睛看 啥也没办法 所以中国一定要有这个能力 一定要有自己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 话语权 是我们搞嫦娥 我们都有一个体验 别人是封杀我们的 前有阻击 后有追兵啊 没有哪个国家希望你 中华人民共和国强盛强大 也没有谁希望你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人只有靠一条 自立更生 自主创新 这是让中国人无比激动的时刻 2007年10月24日 这一天永远地载入了世界史则 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器发射成功 中国成为继苏联 美国 日本 欧洲空间局之后的 世界上第五个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 七舱154跟踪正常 在我们看来 当这个火箭腾空的那一刹那 其实还是很让人振奋的 您的表情 为什么在当时那个地方那么平静 我坦白跟你说吧 第一呢 手心冒汗 紧张的啊 你不知道啊 心跳也加快 我从来没经历过这种场面 发射以前嘛 每天经常难免出 这个错误 那个错误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所以始终是在一种紧张的氛围当中 大家又要确保他 这个万古医师一定要成功 所以检查又检查 所以心里面很紧张 我又有糖尿病 所以血压血糖 血脂也增高 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 最危险的不是这个时候 大约要经过13天 14个小时 19分 我们的嫦娥一号 要走完206万公里的时候 那一刻 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嫦娥一号 让地球转了三周之后 走到了奔越轨道 测控的结果 走得太好 太标准 这时候 欧阳自远的心情 又是如何呢 坦白讲 心里更担心 他怎么会走得那么好呢 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 能不能成功 最大的障碍 是他走到了月球边上 太快冲出月球的 抓不住他 差点走了 太慢撞上去了 太远了 月球的引力不够 他还是跑了 太近了 撞在月球上 全部报废 所以这个时刻 但是又看不见 摸不着 那么远 你只能凭数据来判断 你即使发信号 也要一秒多钟才到 对 你不能及时到的 因为距离38万公里了 很远很远 最后呢 突然 报告一个数据 被月亮抓住了 那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它跑不了了 变成月亮的卫星了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根据北京实施轨道 监视判断 嫦娥一号卫星 第一次进月制动 过程正常 已顺利进入 12小时还月轨道 后续按正常 飞行计划实施 好 这一刻 为了这个梦想 奋斗了一辈子的 总指挥 卫文杰 总设计师 孙家栋 首席科学家 欧阳自远 情不自禁地 抱在了一起 我觉得这是 就是大家的期盼 绕起来了 绕起来了 我们知道 危险的时刻 我们中国人终于迈过去了 而以后 等待着就是收获了 假如这一步没走好 因为苏联和美国 很多失败的记录 是在那一点造成的 嫦娥一号 被月球抓住了以后 飞了多少天 飞了一年零四个月 全部完成各项任务 还超能完成任务 嫦娥一号 凝聚着中国科学家的 智慧和心血 它在距离月球 两百千米的 环月轨道上飞行 以跨越月球 南北两极的方式 大约每一百二十七分钟 飞行一圈 就像仿线球似的 围着月球 一圈一圈地转 上面搭载的立体相机 一轨一轨不停地拍 2008年11月12号 由嫦娥一号拍摄的 中国第一幅 三维立体全月球影像图 震撼发布 这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张包含了 月球南北两极 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 欧阳自远的家人说 从2004年 嫦娥一号工程开始 70多岁的欧阳自远 就非常的忙碌 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而他晚上睡觉 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睡前 看一些武侠小说 他说武侠小说是成人童话 能调节白天 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 其实我们眼中 这个严谨的大科学家 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欧阳自远刚到德国期间 会跟一个小伙子相约 每晚边喝啤酒边聊天 没想到 过去两三个月之后 他的德语就对答如流了 他说当年他学俄语的时候 也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窍门 我学俄语 当年也有一个小窍门 我是学唱歌学会的 那个时候年轻嘛 可以老唱苏联歌曲 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名歌 也可以上百首甚至更多 那个词太美了 因为本来就是诗一样的 语言非常美 唱一段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词一段词 词一段词 这个歌曲 是 2010年 嫦娥二号提交了全世界覆盖最全 精度最高的一张全月图 2013年 嫦娥三号作为中国第一个月球软着陆的 无人登月探测器 创造了全世界在月工作最长纪录 2019年1月3号 嫦娥四号成功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首次揭开了古老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 2019年底前后 我国即将发射嫦娥五号 同时国家已经批准了第一次火星探测工程 一次威胁警告 你们中国人有个不太听话的话 你们别忘了 我们美国人原子弹 一项伟大功绩 我们穿不上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值得不行我把裤子卖了 还要搞原子弹 等下就说的话 我们中国的原子弹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做的 50年守护的绝密工程 中央组织部就叫的 先问五位内报道 具体干什么人没讲 原子弹这三个字表情是保密的 就在酒院内部它也是保密的 不能直接说 戈壁滩上升起一颗用弧弱的弹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计 五四三两一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段视频 不管是画面还是耳畔听到的声音 包括当时解说员声音当中的情绪 大家都会感到热血沸腾 这就是1964年的10月16号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在新疆的罗布泊试验成功的情景 不为人知的是 不为人知的是原子弹的研制基地 却是在青海省的金银滩草原上 六十年代 一批科技人员引姓埋名来到这里 当时呢 对外称是国营二二一厂 年轻的卫士杰 当时刚刚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 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我们武力系管分配的一个 我们叫做陈老太太嘛 从我们武力系当时 她是二级部酒院的选人 选人的条件呢 叫又红又专 然后呢 中国的武力系选两个人 我就算其中一个 然后呢 把我们两个人搞到一个小房间里边 这个管分配这个人 很挺激动的 给我们美人发了一个小奔子 奔子打开一看 第一让她一个题词 听毛主席话 拥作革命人 其他人没这个待遇 听毛主席话 但是她说她也不知道干什么 她知道你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 非常机密 而且是国家的一个非常重点的工作 你们进去了以后 大家都没互相打听一下啊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领导人是邓家仙 我们的室主人是邓家仙 前三强是我们的副部长 那这我们都知道 前三强是搞合的 所以只知道可能搞合的 但是搞合的干什么 是搞合无理的的 还是搞什么就不知道了 我后来是一些偷偷的 这些早去的一个同志 在抽屉里边看到一本书 就好爆炸的复若效应 好爆炸的复若效应 这项我都知道了 我可能是不是搞原子弹的就是 但是也不能说 只能猜到可能是这么回事 自己存疑猜到了 后来我们就 都不说这三个字 原子弹这三个字绝对是保密的 就在酒院内部它也是保密的 不能随便说 在通断谈判的时候 数量美国代表团的人 送给我们中国代表团一个礼物 就是一个玻璃做的一个工艺品 下面写这个阿拉莫国尔多 什么意思呢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 就是在美国这个叫阿拉莫国尔多 这个地方实验的 它这个那个第一颗原子弹 就是全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 不是 爆炸以后呢 它当时那个沙漠那个地方 啥子都庸化了 庸化从玻璃了 它就用这个玻璃做个东西送给我们 就是说 你要是在谈判上 你要是不肯接受我们的看法 你们中国人如果 就是不太听话的话 你们别忘了 我们美国人有原子弹 在1950年到1953年 抗美援朝期间 美国占有明显的核武器优势 它储存了近300克原子弹 和足以把它运载到朝鲜战场上的 260多架飞机 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曾向北京传达过一条警告 称如果加速谈判解决的努力 没有进展的话 美国将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面对美国当权者 不断对中国进行核威胁 中国意识到 为什么美国要向我们进行核威胁 为什么美国敢于这么做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 没有抗衡的力量 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们要不受人欺负 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7年11月 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 访问苏联 苏共领导人特意请他观看了 苏联进行的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绝密影片 中苏最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 其中包括苏联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项目协定 然而50年代末 中苏关系骤然起了变化 1960年7月16日 苏联完全撕毁了协议 第一颗原子弹代号是596 它是为了纪念1959年6月 这年的6月 苏联单方面撤销了援助我国研制核武器的合同 撤走了全部的专家 一穷二白的中国研发原子弹 就变得十分的艰难 这个时候中央决定 削减其他一些科研项目和常规武器的生产 集中一切力量把两弹研制出来 摆在二二一厂的科研人员面前 只有一条路 自力更生 根据苏联专家最后留下的模型公式 我们的研发人员开始计算公关 可是无论怎么算 结果总是跟苏联专家的数字差一倍 这是怎么回事呢 苏联专家只给你一个 大致的一个测试情况 给你一个材料他告诉你了 这怎么算出来他都没告诉你 所以呢运动方程 里面材料的参数 里面的计算方法都都靠我们自己去找 那么邓家先生就领了 我们这些光别的大学生 就这么到处去找 不知任务 不知任务 这个算呢 K都算得挺好 但是算了一个关键的地方 跟苏联专家的数据就差一倍 差一倍 差一倍 它的数据比我们大一倍 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卡下来了 就没法干净 为什么呢 在大家里面讨论啊 为什么只有差一倍 前面都对的 到最后就错了 那么大家就想办法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那些物理学家 一些力学家 数学家都已经掉来了 掉了以后大家拼命讨论 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 每个专家 都从自己的熟悉的专业角度 也提出问题 但是给进次以后算一次 算出来结果呢 还是跟苏联专家 差这么 差一倍 他出去比我们大 我们数据小 接往下面的工作 就这么下去了 你这个官邻不过的话 下官邻就到不了 所以这成了 当我们的理论设计 蓝路虎 蓝路虎 对吧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 我们不太明白的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 周光昭掉来了 周光昭 周光昭 那个时候只有32岁 他原来在苏联 读过联合研究 联合研究所 很年轻 但是年轻有位 周光昭连了以后呢 我们的计算 都已经算了9次了 就给他看的结果 然后呢 他也参加讨论 他听 听完以后呢 他去看 我们的风声对不对 没问题 参数呢 也就这个样子了 觉得 就应该 就这么差不多了 计算方法 也应该是合理的 周光昭就把 我们算的数据 从头之后 算了一遍 一看 没有错 那么他就怀疑 苏联专家数据 是不是错 你想想看 一个没有搞过 原子弹的人 要否定核武器 苏联这个核武器专家 给的数据 这种东西谈何容易呢 但是这就说明 一个人的物理功底 比较深就在这 他就用我们物理学里边 最大功原理 就是 你这么多炸友 只能做这么多工 这么多工 你只能够 这个物理量是多少 你现在超过了 你这个数据 专家数据 肯定错了 这是我们就做 我们物理学 就第一定义 你谁违反了的话 谁肯定错了 他就拿这个 最简单的 最基本的东西 最基本的定律 否定 练练否定这个数据专家 所以这个当别的专家 听了有道 福气 非常福气 所以呢 我们的政论也就说了 1964年9月23日 16时40分至17时40分 周恩来总理召开会议 参加会议的只有11人 是核心中的核心 在这次会议上 周恩来总理问张爱萍 万一不想 今年能再做一个吗 张爱萍回答 隔两个三个月 周恩来总理说 只好待明年了 不想外边也不会知道 要准备不想 原子弹是挺吓人的 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 不一定用 既然吓人 就早想 再经过了三年多 日日夜艰辛的努力 一个震惊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终于到来了 马起来 三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两 一 起步 同志们 我们试验城市的交集 环奴为星王 邮奴为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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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阳当地云南 邮奴为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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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四时许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向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的几千名演织员宣布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付出了这么多年的心血 终于迎来了成功 但二二一厂 没有举行任何的庆功会 令人想不到的是 很多二二一厂的科研人员 也跟全国人民一样 是从报纸上得知 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 朱光雅邓驾仙等功勋科学家到北京 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 回来之后也很少有人知道 原来啊 二一一厂是一个极其保密的单位 知道的事情不能说 不知道的事情就更不能问 分工详尽 很多人干了一辈子到退休 都不知道二一一厂是研发原子弹的核心基地 魏士杰在负责炸药的二分厂 做着分内的工作 渐渐的他猜到自己的工作 可能和核弹研究有关 我去以后他叫我测试炸药 那个膨胀系数 炸药 因为这个炸药的话 它是热上溶缩嘛 受热以后它能够膨胀 膨胀多少 你想办法把它测出来 有些人一说就说是五号材料 他说那个五号材料 我们就慢慢地明白 它一二三五 一二三五五号材料 不二三九 而且九号材料 他开始他也不说是波尔三九 但是他说这个意思 我们也听出来了 1969年的11月14号 有一个车间叫229车间 发生了爆炸 爆炸事故 这个车间我也就是二分厂的 和我那个工作地方 像林隔着不太远 但是他为什么爆炸呢 他把这个炸药放在一个车窗上 加工 加工过程中 这个机械故障 掉下来了 这个炸药你想想 一碰到地面的话 它一碰撞 炸药就会爆炸 第二天早晨 我和我的同事们 我们到现场去看 中国这个工号 每一个砖头 都炸着粉碎了 人 炸着就更粉碎了 大家都要周围的草地上 捡了一点那个 现在说话就是常常有入末吧 那几公分大的就算 就不错 捡起一些了以后 然后 因为是四个人牺牲了 把它分成四锥 也不管是谁的了 搞四个小棺材 把它放起来 夹出来了 好焦点嘛 就是 我们经常现在 将这个两担一心啊 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光荣的 很自豪的事情 是一个很大的光环吧 但是我没有知道 在这个光环的后边 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和代价 魏世杰老先生说 他特别怀念在一起工作的战友 和挥洒在戈壁滩上 二十六载的青春岁月 现在 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辞世 如果他们知道 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 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 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刚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儿子 因为慢慢长大了嘛 给他做工作 干什么也干不了 说句话来的吧 还是天生烂漫 就跟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差不多 总是长不大 后来到医院检查一下呢 先天性的弱智 后来到了过了几年以后啊 我女儿又开始生病了 我女儿搬来的嘛 上了一个大学吧 是从人高校 她这个子女学也不大行 20000年 突然睡不着觉了 失眠 失眠以后很快就 专向这个就是叫 迫害妄想 最后医院给争端的就是 精神分裂症 就是女儿 后来呢 她这个精神分裂症 后来就变成幻听 耳朵里边听到有人跟她讲话 她说叫老神 跟那个老神对话 因为这两个孩子出现这个情况呢 我老伴 我老伴和我是一个单位的 都是酒院的 她就坚决不相信我女儿会得精神分裂症 但是后来不断主愿 不断主愿 她慢慢的也没办法相信了 相信以后她的精神受到打击很大 你老了以后儿子是不行了 靠女儿 现在女儿又不行了 所以她这个打击很大 后来呢 她也是得上了精神分裂症 总而言之吧 我这个一家四口人 有三个重病号 所有的家庭重担吧 基本上的话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反正这么说吧 这个 我现在在家里边的话 一般就是 最多离开家 不能超过半天 都半天跟他们说好 我可以出去干点事 你要离开时间长的话 她就不一定出什么事 我老伴又是自杀了 有一天在 天国不在的时候 把手腕隔了 后来把他送到医院 把他抢救过来了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干 她说 我看你太累了 她说我要是 我要是走了 你可以坚强很多负担 我女儿又是爷子杀了 我女儿写了一封医书吧 在这儿 医书上写得很明白 我的爸爸妈妈 是最好的爸爸妈妈 我这一辈子不能拨打你们了 我只能懂得下一辈子 拨打你们 我想的话 我这个这一辈子 上半生 我是在酒院 研究这个 核武器吧 这算是为国家 后半生呢 回到家里面 照顾我家里面的这个 我的亲人 我尽到了一个 父亲和丈夫的责任 这叫为家 魏士杰说 年轻的时候在沙漠里 那么艰苦都熬过来了 现在这些家务事 那就不算什么了 因为苦才是人生 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讲 我不喜欢 还有什么叹气 也不喜欢远前游人 我也不喜欢 保持一个很悲观的 或者很严肃的 我就喜欢高高熊熊的 有人说明高高熊熊也是一天嘛 是不是 你难过也是一天嘛 你人家实际上活了就能 一共能活得天荣 你干嘛非要去难过 是不是 我能 Marty 到美女之间 我会适合 要学习 你 什么 你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